欢迎继续观看华语网络文学频道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鱼 演播 魔仙 魔力 第1950一章 魔神呼我为道凶 天穷深处 混沌云层汹涌翻腾 有璀璨缤纷的光在其中忽明忽灭 这代表着 仙界的混沌本源力量已经出现变动 而纪元战场也已开始出现逐行 似着等天地大势 谁又能组织 苏亦感慨 世事更迭 顺之者昌 拟之者亡 面对这即将在一年内出现的成神之路 谁也不可能去对抗和阻挠 只能提前准备去争夺这一场剧变中出现的成神契机 众人继续上前 而在前边带队的 是足足十七个死神级存在 那如袍男子明显是这些死神中的领袖人物 都以他马首是瞻 半刻钟后 前方虚空中出现一道耀眼神圣的光焰 照着天穷 惶惶如日 如袍男子等死神都停下脚步 神色间都浮现出忌惮之色 那就是时空戒碑 同一时间 女枪刻指着远处 轻声开口 顺着望去 就见那一片深圣光焰出现的地方 出现一个时空门户 尚通天穷之外 下街大地深处 大到无法想象 直似通天之门 磅礴浩荡的时空洪流 直似广袤无垠的大海 在时空门户内奔腾咆哮 生生不息 无穷无尽 而在那时空门户中央 悬浮着一座紧紧持许高的石碑 那般渺小 那般不起眼 可这石碑却宛如一轮大日 照着天穷 释放无量大光明 给人以生生不朽的韵味 无疑 这就是时空戒碑 走 女枪刻带着苏裔等人朝前行去 一众死神就在前路上 看到他们靠近过来 不少死神目光都变了 一些更是蠢蠢欲动 气氛也随之变得压抑起来 西宁敏了敏唇 根本不用想就知道 这些死神若动手 他和洛天都绝对没有任何招架之力 洛天都脸色也空前凝重 不是他胆小 实在是那些死神的威势太恐怖 苏裔石海中就遇见蠢蠢欲动 怎么 想动手 女枪刻眸光冷冽 如抛男子笑了笑 回首道 都让开 让他们过去 说着 他率先让道 其他死神见此 最终也纷纷让开 只不过任谁都看出 他们心不甘情不愿 女枪刻剑词 冷哼一声 便带着苏裔一行人继续前行 当路过那些死神身旁时 那矮小如猪猪般的老者 呼得冷悠悠地开口道 这小友 你可一定要保证 说着 他朝苏裔离嘴一笑 只是那笑容却格外的圣人 苏裔披了这老家伙一眼 道 你也是 诸如老子一愣 不等回神 女枪刻已经带着苏裔他们走远 直至来到那一座时空门户前方 女枪刻明显也轻松下来 道 那些死东西不敢靠近过来 否则 必会遭受时空借备力量的镇压 苏裔点了点头 扭头望去 就见那十多个死神并未离去 而是远远的立在那 正在朝这边观望 如刨男子还露出温和的笑容 朝苏裔点了点头 这显得很莫名其妙 可却让苏裔心中愈发感到不爽 自始至终 这如刨男子一副运筹帷幄的姿态 就如同吃定他们一样 眼下没动手 无非是在看一场热闹 苏裔很清楚这种心态 当他看到一些跳梁小丑来回蹦的时 自己也会冷眼旁观 全当笑话对待 无疑在如刨男子眼中 他们一行人就是跳梁小丑 比达里那死东西 旧阿彩姑娘要紧 女枪客说道 她也有这种体会 苏裔点了点头 抬眼望去 就见时空门户中央 那座时空即被下方 浮现着一道浑源的金环 仔细看 那赫然是一条金蚕 只不过躯体环了起来 形成一种蛇吞尾的形态 缘代表着完满和不朽 恰似太极 周而复始 生生不息 在阿彩的眉心之地 就有一个类似的图腾印记 该如何救 苏裔问道 那时空戒备的气息 太过磅礴和神圣 镇压在时空门户中央 附近就是浩浩荡荡的 时空洪流 化作金蚕的阿彩 虽热安然无恙 可看起来处境并不好 防似陷入一种 古怪的封印状态中 女枪客眸光微妙 提醒道 你且用轮回力量试一试 苏裔一正 想了想 她抬起右手 指尖顿时萦绕出一缕缕 灰色神秘的轮回力量 而后 她以轮回力量结印 横空一点 哼 一张轮回倒印所化的大网 横空而起 朝那一座时空 就被靠近过去 轮回 远处 当看到这一幕时 如袍男子 诸如老者 等死神的神色间 不可一致地浮现出狂热和贪婪之色 汪 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 轮回大网上在半途 那一座时空戒杯似有感应般 金色的表面糊地浮现出无数复杂奇异的道文 同一时间 那时空戒杯上 同样涌现出一股轮回力量 这一股轮回力量无比恐怖 刚一出现 就演化为一个完整的轮回世界 不知有幽冥地府 还有人世 有诸天未灭 岁月在其中浮沉 世事在其中更迭 众生万灵在其中幻灭和新生 一如囊括了诸天万界 贯同在过去 现在 未来 涵盖了世事万象生与死的轮转和交替 那轮回世界 太过浩瀚 太过至高 圆满如一 周而复始 一下子 苏毅平生一种奇妙的感觉 就好像在大道路上 清晰地看到了以后将妖求索的目标 是的 眼前所见的这种轮回力量 才称得上真正的至高 完整和圆满 那是一种 主在诸天万道的神韵 一种以轮回定天下 以天下融轮回的气势 这等力量 该是何人所留 难道就是灵武纪元中 那个曾执掌轮回力量 被尊奉为魔神大人的存在 若如此 无以进一步印证 女枪刻说得不错 这时空戒备的确是那位魔神大人所留 心念转动间 苏义以控制着轮回大网 缓缓靠近过去 当和那时空戒备上涌现的轮回力量碰触的一瞬 哼 苏义尸海中 骤然产生巨阵 一直蠢蠢欲动的九玉剑 在此刻发生一变 代表着前五十道业的神恋 在此刻揭花花作响 于此刻得见道兄的转世之身 兴盛之灾 一道爽朗的笑声在苏义尸海中响起 可他却看不到 那人究竟是谁 又位于何处 阁下认得我 他忍不住在心中问 曾有幸听闻 陈希大哥谈起道兄 不过 看得出来 道兄应当还未曾彻底觉醒所有记忆 那一道爽朗的声音再次响起 一带上一抹遗憾 可惜我如今也仅仅只是留在时空戒杯中的一缕印记 不久就将散去 未能以真身和道兄一见 还望海寒 苏义懵了 陈希大哥是谁 为何会谈到过自己的前世 而这曾留在时空戒杯中留下印记的存在 明显早知道自己转世重修的事情 难道对方就是那位灵武纪元的魔神大人 苏义一下子想起许多事情 早在人间界的时候 他曾在返回玄黄星域的路上 遇到一个尊称他为伯父的神秘青年 那青年名叫陈仆 曾帮他对抗五位玉途进入玄黄星域的神势 也曾告诉他一些秘心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一句话 轮回际线 玄黄当隐 按陈仆所言 在自己智掌轮回后 玄黄星域就会被一片混沌秩序力量覆盖 彻底从世间隐匿 陈仆也曾说 那覆盖在玄黄星界上的混沌规则 其实是由自己的某个前世所留 为的便是有朝一日 斩掉这些隐患 让自己的轮回重修之路 不会被外敌算计 并且也是陈仆告诉自己 等自己凌驾于纪元长河之上 一切疑惑 自会一清二楚 而当自己执掌轮回之刃 裁决诸神之时 就能感应到那覆盖在玄黄星界四周的混沌规则力量 从而找回玄黄星界 对于此事 苏义记忆最是深刻 而现在 听到那神秘的声音弹起陈仆 苏义一下子就联想到了 那个尊称自己为伯父的陈仆 无疑 陈仆和陈仆是一家人 在自己还没有轮回重修的第一世的时候 就认识那个名叫陈夕的神秘存在 而现在正在和自己对谈的家伙 就是通过陈夕 才知道自己第一世轮回重修的事情 故而 对方才能一眼识破自己身份 意识到这一点 苏义忍不住道 阁下莫非就是那灵武纪元的魔神大人 那双朗的声音略意沉默 旋即苦笑道 这是在我修行路上的一个凶名 是敌人所封 不曾想尽也被道兄知晓了 那敢问阁下尊姓大名 苏义实在好奇 因为当初在鬼祭天窟中 那女子神孽曾说 那位魔神大人的名讳 就如同大道无名 彻底被从世间隐去 故而 无人知晓其名 而现在 既然遇到了对方曾经所留的一道印记 苏义自然想知道 对方的名字究竟是什么 那双朗的声音 欠然道 道不可轻言 我的真名 早已被本尊从世间隐去 一旦提起 必引来不可测的灾祸 还望到凶莫怪 不过 待到凶以后 凌驾于诸神之上 探寻到永恒之密时 自可知晓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录制的玄幻系列 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小锦鱼 演播 摩仙 摩利 第1952章 混沌纪元 连名字都不说 苏义有些无语 朽薇该达到何等地步 才会让自己的真名成为一个禁忌 他无法理解 但大受震撼 原本 苏义还有很多事情想请教 可最终忍住了 有些事情 是他以后自然能够一一揭开答案的 比如自己的第一事 是如何和那个晨曦相识的 又有着怎样的来历 比如这位魔神大人的真正名讳 归根到底 眼前所经历的一切 借和第一事有关 以后融合第一事的道业力量 自然可真相大白 不过 不等苏义询问 那双朗的声音已主动开口 这时空界碑的力量 隔断了零五纪元和其他纪元之间的关联 可以视作是一种封印力量 类似的时空界碑 共有五十块 正是这些时空界碑 让零五纪元彻底从世间隐去 道兄眼前所见 仅仅只是其中之一 隔断在零五纪元和道兄当前所处的纪元之间 不过 当这个纪元的成神之路出现 这块时空界碑也会彻底隐去 听完 苏义道 阁下当初为何要这么做 我的本尊 已和陈希大哥前往混沌纪元之外探寻更高的道徒 为避免在我离开时 被一些敌人趁火打劫 故而提前留下后手 将整个零五纪元从纪元长河中彻底隐去 苏义这才明白过来 这和被隐藏的玄黄星欲又异曲同工之妙 都是提防在自己不在时 被人趁虚而入 想一想 这不知名愧的魔神大人 竟强大到将一个纪元文明的一切全都隐藏起来 这等手段就太恐怖了 道兄 时间无多 我所留的这一缕印记即将消失 且容我多说两句 若有不周之处 还望见谅 呼的 那双朗的声音再次响起 苏义心中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这位魔神大人实在太客气了 一口一个道兄 并且谈话时 言辞间尽是敬政之意 可一想到对方疑似是一位他足永恒之境 凌驾于命运长河之上的存在 苏义都不免有受宠若惊之感 无疑不是自己有多厉害 而是自己的第一世面子太大了 阁下弹脚无妨 苏义道 其一 当前纪元中 轮回背诸天神佛事做禁忌 证明在我的本尊和陈希大哥一起离开后 这个混沌纪元的一切 已发生了某种巨变 而道兄已成为这个混沌纪元中 唯一指掌轮回之人 必然会被一些不可知的大敌盯上 文言 苏义不禁凛然 忍不住道 我只知道纪元长河中分布着多个纪元文明 这混沌纪元莫非是其中之一 那双朗的声音道 所谓混沌纪元 囊括着纪元文明 大道 生命 万事万象的流转 以及无尽无量的世事浮沉 那纪元长河之上 所有纪元文明皆只是混沌纪元中的一部分 等道兄凌驾命运长河上 自然可以明白 苏义点了点头 那双朗声音继续道 第二件事 我已看出 道兄还未掌控真正完整的轮回制 许 待会我会将一道轮回印记留给道兄 足可让道兄正道成神时 不至于因为所掌握的轮回力量有所缺陷 而影响到自身大道 苏义心争一阵 道 多谢 道兄无需客气 我敢确信 当道兄彻底觉醒所有前世记忆时 足可得上那一条曾被道兄求索无尽岁月的无上剑图 那双朗声音道 最后一件事 我有一个不情之情 稀记道兄以后能帮我照拂一下景红那丫头 景红 苏义一阵 他没告诉你名字 那双朗声音有些意外 苏义顿时明白 对方说的是那女枪客 原来对方叫景红 他和阁下是什么关系 苏义问 他 那双朗的声音有些无奈 是我最小的一个女儿 也是最叛逆的一个 在我引起零五纪元之前 他都跑离家和我师尊一起云游造化区 并未安分地留在零五纪元 那位魔神大人的女儿 苏义眼皮一跳 这身份就太恐怖了 传出去的话 还不知会掀起怎样一场风暴 宣吉 苏义自嘲道 如今的我 还未正道成神 想去照顾你女儿 怕是利友不待 道兄无须自谦 现在的道兄 毕竟是转世重修之身 以后自有登临诛天这点的时候 我也很期待 以后有机会能合到凶谋面 那双朗声音说着 已彻底沉寂下去 同一时间 所以从那种奇妙的感应中清醒 就见时空界碑上 那映现出的一座完整的轮回世界 骤然间缩小无数倍 最终化作一枚璀璨神秘的印记 掠入他的实海中 那是轮回的印记 就如同照亮前方道徒的一盏明灯 不知可以让苏义对比 和参照自身轮回力量的修炼造诣 也可以从中进一步参悟轮回的奥秘 而想起之前和那位魔神大人的对谈 苏义内心涌起不可遏制的斗志 对方最巅峰时 该有何等强大的道行 自己第一世呢 又强大到了何等地步 才会被那位魔神大人尊称为道兄 还有那个陈希 他和那位魔神大人一起离开混沌纪元 怕也是为了探寻更高的道徒 既如此 自己今世重修 以后自当一步步凌驾于诸天之巅 直至超越第一世 超越那个魔神大人和陈希 修行路上 最怕的就是看不到可以求索的道徒和目标 而对苏义而言 他已看到了自己所渴望达到的一条道徒 喂 愣着做什么 快去救阿财 耳畔 响起女枪客的催促声 相比他父亲 这名叫锦红的女枪客 言辞可一点都不客气 不过 苏义自然不会去计较 心念一动 那早已覆盖在时空戒备上的轮回大王掀起一脚 将被镇压在时空戒备下方的阿财一笼罩其中 随着苏义手腕一抖 轮回大王连同阿财一起 已被带回来 女枪客帝一时间上前 将化作精彩形态的阿财救出 当确定阿财并未负伤 只是陷入一种奇怪的沉寂 状态之后 他整个人都轻松下来 多谢了 算我欠你一个人情 女枪客说道 苏义笑了笑 不必客气 锦红姑娘 女枪客 她一对紫色的美眸睁大 惊恶道 你 苏义笑道 离开这里再说 女枪客促眉 我狠狠瞪了苏义一眼 没有再说什么 远处如跑男子呼的开口 各位道友已如愿以偿 还望那位苏道友出手 帮帮我等 说着 朝苏义拱手见礼 其他死神也纷纷见礼 帮你们轮回转世 苏义问 如跑男子道 正是 苏义道 眼下恐怕不行 为何 那矮小的诸如老者 脸色一尘 我等都已足够忍让 对你们更是 可可欺欺的 为何连这点 小忙都不帮 声音中 已流露出不满 你算个什么东西 我没有不见你的 凭什么要帮你 女枪客眸光一冷 言辞毫不客气 诸如老者 脸皮阴沉 心虹诡异的 眸子中 竟是暴力之气 明显动怒 息怒 如跑男子出声相劝 他目光看向苏义 道 若阁下帮我们 无论提出什么条件 只要我们能答应的 统统满足 如何 其他死神的目光 也都齐齐看向苏义 苏义揉了揉眉雨 不得不说 被这些实力恐怖的死神盯着 压力不是一般的大 不过 苏义并未就此退让 直接道 我目前对轮回力量的掌控 还无法做到帮人转世重修 但以后必然可以 不如你们再等等 一下子 如抛男子等人的脸色都变得很难看 一年内 成神之路出现 这天七旧土就会彻底覆灭 我们若无法转世重修 必会彻底从世间消失 那浑身弥漫着黑色神艳风暴的女子冷冷开口 你觉得我们还能等得起吗 明明是求人帮忙 可态度却很强横 这女枪客直皱眉头 刚要说什么 就被苏义拦住 我有一个办法 苏义道 你们可以先折服在我的大道密戒中 等以后我自会送你们一一去转世重修 如何 那些死神比起对视 神色阴晴不定 可笑 若被困你的大道密戒 我等和那砧板上任凭宰割的鱼肉有何区别 只需你心念一动 就能彻底毁掉我等 一个至剩下上半身的威猛男子冰冷出生 不错 离开此地 没有不朽力量庇护 我们随时都会有消亡的危险 这件事根本不能答应 其他死神也纷纷开口 苏义耸了耸肩 道 那就爱莫能住了 不 你必须帮我们 诸如老者面容森然 否则 今天你们谁也休想离开此地 言辞间 已不再掩饰那积攒已久的杀机 其他死神也神色不善地盯着苏义等人 气氛 也随之变得肃杀压抑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录制的玄幻系列 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鱼 演播 魔仙 魔力 第1953章 来自长辈的赵福 女枪可谋光愈发冷冽 道 确定要动手 她同样很强势 没有退让的意思 同时 她传音给苏义 这些死东西为了存活 注定不会善罢甘休 待会带着你那两个同伴一起跟在我身后 我来开路 苏义一正 能不动手最好 免得伤了和气 远处 如跑男子笑道 这样吧 只需这位苏道友允许 我们在他神魂内种下一道禁印 我们就答应暂且折服在他的大道秘境内 如何 不错 这方法可行 其他死神也答应 认可这么做 苏义却不惊笑了 这些老不死的东西 真以为吃定自己了 痴心妄想 女枪可恼了 她身上涌现射人的威势 扬起手中的长枪 指着如跑男子等人 来 本作就陪你们这些死东西玩一玩 哼 她迈不长空 朝前行去 绰约傲人的身影 弥漫出通天彻地的威能 同一时间 苏义绣袍一挥 西宁和洛天都第一时间掠入他的补天炉内 而后 苏义紧随女枪刻身后 一步一驱 敬酒不知吃法酒 何苦来哉 如跑男子一声窥叹 下一刻 他们十七位死神级存在 同一时间出动了 枪 如跑男子一手托着自己的头颅 一手握着一柄残破的断剑 横空一扫 一万庞托剑气呼啸而出 充斥着厚重磅礴的死气 一剑洞乾坤 山河岸然 其 诸如老者大鹤 身后有三十三重道工航空而起 无数神奇虚影坐镇其中 朝女枪刻阵杀过来 同一时间 其他死神级人物也各自施展至强手段 轰隆 天地混乱 万象斑坏 尸位堪比上位神的恐怖生灵 一起联手之下 未能知恐怖 让这片禁区都剧烈摇晃起来 苏伊并未遭受影响 因为有女枪刻在前带路 一尊流光一彩的玉领悬浮在她头顶 垂落如铺般的璀璨岛光 同天彻地 未能神异恐怖 抗住了所有的攻势 女枪刻出约的身影灵力如电 手中长枪挥动 朝前杀去 这等大战已和真正的神战没有区别 十七位死神 一个个比肩上位神 同样的 女枪刻显露出的战力 也明显不逊色于那些死神 自始至终 苏伊只能紧紧跟随在女枪刻身后 如影随形 根本无法掺和到这样的对战中 也根本帮不上忙 太恐怖了 哪怕她自存已拥有和下位神对战的逆天实力 可在这样的大战中 完全就不够看 轰隆 神灰似女 宝物轰鸣 战况愈发激烈 女枪刻遭受到可怕的阻截 被重重围困 苏伊眉头皱起 这种帮不上忙的滋味 的确太让她不爽 那种无力 渺小的滋味 也让她太久不曾体会过 不过她便为此感到沮丧 剑修 向来不忌惮生死 当意识到差距 感受到那种无所不在的压力 只能激发起内心深处的斗志 哼 末地 女枪刻长枪一扫 挡住一个死神的攻击 同时 她的眉心之地 骤然击射出一把炫亮刺目的飞刀 凭空一闪 就插入那位死神头颅内 哼 这位死神头颅炸开 躯体倒是出去 可诡异的是 哪怕头颅崩碎 这位死神竟没有死 那无头尸体爆成而起 再次杀来 仅仅片刻后 当 一声惊天般的碰撞声响彻 女枪刻头顶的玉领遭受可怕的冲击 连带着 让女枪刻也遭受反噬 唇中可血 这让索尉心中意紧 她清楚记得 之前和女枪刻相见的时候 对方就已经负伤 而现在 被重重围困的女枪刻 处境已不容乐观 混兽游斗 可悲可叹 女人 这么下去 你必死无疑 如跑男子叹息 声音悲悯 可她攻势却最凶狠 手中断剑掀起滔天剑气 碾碎长空 每当女枪刻仕途突围时 总被她强势阻止 混兽 本作还没有真正拼命呢 女枪刻不屑 说话时 她再次施展一门杀手锏 那是一枚捐刻着神道密文的密符 当捏碎后 密符化作一头真笼 将一个死神直接撞飞出去 躯体都被轰得裂开 可紧紧眨眼间 伴随那些死神强势出手 那头真笼就溃散消敏 没能帮女枪刻突围 苏毅看得出 女枪刻的战力虽强 何比至那些死神强不了多少 若一对一 那些死神注定不是对手 可一对多的时候 女枪刻就处于被压制的处境中 她之所以在负伤的情况下 还能支撑到现在 是因为她手中掌握着 诸多不为人知的强大底牌 每当性命攸关的时候 就会动用一箭 化解危机 那一幕 看得苏毅都不禁惊叹 女枪刻动用的那些底牌 无疑不是非能莫测的宝物 远不是寻常的纪元神宝可比 哪怕被毁掉 女枪刻一点都不心疼 无疑 作为那位魔神大人最小的女儿 这女枪刻身上的宝物 必然都是其长辈所赐 五花八门 无疑不是真品 轰隆 大战欲发惨烈 时不时会有死神级人物被轰飞 看似遭受严重的伤势 可却想不死不灭般 很快就会再度杀过来 这简直太难缠 而女枪刻宝物虽多 可遭受这种重重围困 明显快要支撑不住 那紧握长枪的御手都在躺屑 女枪刻明显也意识到处境不妙 她猛地一咬背齿 眸光决然 水手扔出一道金灿灿的花卷 死 花卷腾空扑开 顿时有一片浩浩荡荡的神雷倾泻而下 那一瞬 简直如同末日天结降临 恐怖地毁灭 未能席卷天地 虚空完全崩壞 两个死神级人物来不及躲避 当场被那片神雷轰杀 他们躯体崩碎瓦解 彻底消散 这一幕 吓到了其他死神 无不第一时间闪避 可惜了 女枪刻嘀咕一声 收起那金色花卷 第一时间带着苏伊朝前挪移 可尚在半途 那些死神再度杀来 进行围攻 杀 搏一搏 还有一线机会 若让机会错失 成神之路出现时 我们都将从事间彻底消亡 不错 无非一死 此时征战致死也无妨 这些死神彼此开口 动手师远比之前更疯狂了 汉不畏死 俨然如同拼命 毕竟 他们生前皆是 诸天神主般的存在 无论战斗经验 还是心境和气魄 皆远非寻常可比 或许会被震慑 但绝不会被下退 更别说 在他们眼中 苏伊手中掌握的轮回力量 是他们活下去的 唯一希望 在这种围攻之下 女枪刻处境欲发不堪 她很强 可对手实在太多 哪怕清尽宝物 都无法力挽狂澜 而她身上的伤势 则在这种激烈的厮杀中 不断变重 一身衣袍都被染上鲜血 触目惊心 是不是觉得 我快要败了 忍不定地 正在激烈厮杀的 女枪刻开口 苏伊可没想到 在这种凶险无比的局势中 女枪刻还有心思问这些事情 我或许会败 但不会死 一切都因为 我真正的实力 被永恒之洲 这幅宝物封印了 为的是磨练 我的神道之路 女枪刻有些郁闷 也因为永恒之洲 我无法动用一些大杀器 否则随便拎出一件质宝 就能毁了这些死东西 苏伊都什么时候了 还吹牛 不过他大致已经明白了 作为那位魔神大人的小女儿 女枪刻身上 有着诸多堪称禁忌的大杀器 可因为那一艘永恒之洲的存在 不仅封印了他的实力 连同那些禁忌大杀器 也无法动用 而这一切的目的 则是为了磨练他自身的实力 同样 也是因为有永恒之洲在 女枪刻根本不担心自己会死 我不怕死 可若害你们死了 那我的罪过可就大了 女枪刻说到这 谋光变得尖狠起来 道 待会我来拼命 为你杀出一条生路 拼命 这个字眼让苏仪心中一震 且慢 他再忍不住了 叫给我来吧 你 女枪刻恶然 玄极 他一脸嫌弃道 小家伙 别添乱了行不行 哪怕你想帮忙 也得拎清楚轻重 现在的你 就是一个若不禁风的蝼蚁 若没有我在 随便一个死神 就能轻易捏死你 话语很不客气 苏仪却语气平静道 你父亲曾说 让我照顾你一二 作为长辈 我岂能看着你这丫头拼命 女枪刻 什么鬼 父亲怎会对她叮嘱 还望称是自己长辈 简直该打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录制的玄幻系列 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瑜 演播 魔仙 魔力 第1954章 杀之如割草 交谈时 一众死神的攻势 愈发狂暴 女枪刻头顶悬浮的玉顶都摇摇欲坠 哀鸣震天 她深呼吸一口气 认真叮嘱 行了 别开玩笑了 记住 在我拼命时 千万别犹豫 要立刻逃走 逃得越远越 枪 不等说完 一道苍茫的剑银响起 女枪刻眼眸一凝 就剑在苏语身上 骤然冲出一柄刀剑 刀剑通体如墨 模糊虚幻 当横空出世 一股足以让逐天震颤的无上剑威随之扩散而开 天地为之变色 虚空塌陷 承受不住这等恐怖的剑威 而在刀剑上 一道身影映现出来 一袭长袍 神色孤傲而淡漠 随意立着 便有俯瞰世间的一探 超然于世的神韵 这时 一道意志力量 那身上的气息 比至我们生前时候 似乎不遑多让啊 那正在围攻女枪刻的一众死神 也被惊动 察觉到那一道身影的恐怖 这位是 女枪刻美眸睁大 我的一个前世道业力量 所以语气随意到 收拾那些死神 当足够了 的确问题不大 李福由语气弹幕回答 他探手一抓 就遇见落在手中 随着当空一扫 哼 这片天地崩坏 霸道的剑气席卷之处 十度为死神的围攻之势 尽数被瓦解掉 这么猛 女枪刻吃惊 和你今世为何这么弱 苏义 远处 如抛男子脸色铁青 道 我等只想要一个 转世重修的机会而已 阁下为何非要强行感涉 其他死神也脸色难看 李福由的出现 杀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而李福由那恐怖的剑导力量 也让他们都嗅到了危险 李福由不答 他神色淡漠平静 脉不长空 剑锋一转 横空一剑朝最近的一个死神斩去 吃 剑气简单直接 可当这一剑斩出 天地之四被劈开 裂开一道巨大笔直的裂痕 那位死神发出怒吼 挥动一杆残破的骨毛对抗 可瞬息间骨毛就炸开 他整个身影都被劈成两半 而后轰然化作灰烬飘洒一空 一剑之间 一位堪比上位神的恐怖存在殒命 那催哭拉朽般的碾压一幕 终于让所以内心积攒的憋闷和不爽得到宣泄 舒服了 女枪可美眸发亮 难难道 看得出来 你这前世生前必是一位在神道路上堪称主宰般的剑神 那风采 那威士 绝了 与之相比 现在的你确实太不够看了 苏一唇脚扯动了一下 哭笑不得 哪能这么比 也不看看各自的修为差距有多大 同一时间 那些死神皆愤怒 全力出手 朝礼浮游杀去 轰隆 他们生前皆是志着诸天的神主及人物 那会不清楚李浮游的厉害 过而动手时 全都倾尽全力 毫无保留 直接拼命 对此 李浮游表现得一如之前那般平静和超然 手持久欲剑 脉不长空 以身剑威压盖乾坤 随着出手 轰 十多位死神的攻势 直接被轰破 他们的身影都横七数八地被阵飞出去 而李浮游于事不减 手中剑锋一指 砰 数千丈外 一位死神躯体炸开 化作漫天灰烬飘洒 而李浮游眼皮都不带眨一下 身影凭空消失 下一刻 他就出现在三个死神身前 不好 这三位死神全都脸色大变 分别朝三个方向闪避 可已经晚了一步 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剑气轰鸣声 一片剑气息卷扩散 将三位死神的躯体彻底淹没 瞬息就灰飞烟灭 而李浮游 一朝其他死神杀去 一系列动作 发生在电光石火之间 快到不可思议 而在李浮游手底下 那些死神几乎没有挣扎之力 无不在一剑之间就彻底消亡 干脆利索 势肉破竹 而李浮游自始之中都很从容 很超然 自有一种熬爵事件的旷世风采 不错 真不错 和我家里的一些长辈相比 一点都不逊色 真无法想象 你这么弱一个人 前世竟然如此厉害 女枪客嘖嘖赞叹 苏毅直接无视了这番话 她一看出 这女人说话是不讽刺一句 就浑身不舒服 你为何不说话 女枪客问 懒得和一个晚辈计较 苏毅淡淡道 女枪客 交谈时 场中局势已发生彻底的逆转 李浮游再度涂掉七个死神级人物 场中响起一阵凄厉不甘的大叫 而此时 一直剩下四个死神 这些死神明显都崩溃了 一个个神色间写满愤怒 惊惧和不安 不是他们不想逃 而是之前他们的同伴有试图逃跑的 都被无情斩杀当场 无疑幸免 而拼命的时候也和飞蛾扑伙伴自取灭亡 这还怎么打 我等认输 那矮小猪猪大叫 之前他曾笑容森然地提醒苏毅 要苏毅保证好自己 而现在他满脸写满了哀求和惶恐 两相对比不免令人唏嘘 扑 见光一闪 矮小猪如的躯体四分五裂 挖解笑赞 自始至终 李浮游都懒得多看一眼 我愿意臣服 那黑衣女子战身开口 可注定是徒劳 一片剑筋怒卷而至 将此女撕裂 全身崩碎成鸡粉 女枪客看得大呼痛快 眉飞色舞 她似乎都忘了自己那浑身惨重的伤势 也忘了自己刚才有多狼狈 最后 如抛男子和另一位死神也死了 被李浮游无情震杀 直至这一场近乎屠杀的战斗结束 李浮游也不曾说一个字 那般平静 那般超然 可那种孤傲淡漠的威势 却震撼人心 天地间 烟尘弥漫 十位死神早已消亡 大概 连他们自己都没想到 熬过了上个纪远 盐村到了如今 却会在一场大战争 像草芥般被收割 当成神之路出现 我也无法再帮到你 李浮游转身 看向苏义 苏义点了点头 李浮游曾言 他所留的盗业力量 最多只能再出手三次 而现在 已经是最后一次出手 对此 苏义并不在意 也没感觉有什么好惋惜的 他有自己的盗徒要走 而不会把任何人事作可依靠的对象 没有我帮忙 对你而言 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李浮游说着 身影已消失在酒欲剑中 一起掠入苏义的诗汗内 这次多谢了 女枪客走过来 抬起纤细精盈的御手 拍了拍苏义肩膀 以后我自会偿还这个人情 苏义 她好笑道 你还是先聊伤吧 女枪客一袍染血 长发散乱 要多狼狈有多狼狈 偏偏她还装作一副满不在乎的姿态 让人啼笑皆非 这点伤 根本不算什么 女枪客拿出酒壶 仰头喝了一大口 一线酒水从红润的唇角洒落 划过精致雪白的下巴 沿着纤细鹅井流淌而下 风姿萨爽 无媚正带着一股豪迈之意 这让苏义都不禁欣赏 这女人战斗士无比凌厉艰寒 性情也洒脱豁达 远非那些小柔造作的小女人可比 对了 你之前在时空戒杯前 究竟见到了谁 女枪客收起酒壶 问道 你父亲所留的一道印记 苏义道 当真 女枪客促眉 否则 你以为我怎么知道女名字的 女枪客目光一阵变换 沉默半想 才怅然说道 和父亲他 为何不愿意见我一面 苏义正要解释 女枪客已挥了挥手 悠然一叹 不必解释 我只是发牢骚而已 怎会不知道 他早已离开了 说着 他默默走到一侧 盘膝坐地 开始疗伤 这一瞬 苏义敏锐察觉到 女枪客看似说的豁达 实则 内心深处对于 没能见到他的父亲 怕是颇为失落和黯然 对此 苏义没说什么 也不好说什么 我父亲是我父亲 我是我 不管你前世是谁 既然是我欠你的人情 自然会还 冷不丁地 女枪客呼地开口 记清楚了 我叫林景洪 说着 他拿出一个欲坠 隔空抛给苏义 这是我的信物 成神之路出现时 你若遇到化解不开的危险 可以动用此物 苏义一正 低头看向这枚气息 晦涩神秘的玉坠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 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鱼 演播 魔仙 魔力 第1955章 天下瞩目 玉坠材质特殊 橙纯黑色 背面绢可灵台方寸 菩提赤身八个古老的道文 握在手中 一股清凉之意涌上神魂 整个人的心境 都变得清明空灵起来 最让苏义惊讶的是 这玉坠明显对修行 有着不可思议的弊异作用 仅仅拿在手中而已 就让自己一身契机 变得活泼灵动 此随时能进入 深层次的悟道境界之中 无疑 这是一件极为稀罕的瑰宝 这玉坠可有什么名堂 苏义好奇问道 女枪客林景洪随口道 除了能救命 没多大名堂 苏义自然不会相信 以她的眼力 早分辨出这玉坠的价值 远超一般的纪元神宝 林景洪转移话题 阿彩还在那种 古怪的状态中沉睡 还不知何时才能醒来 你呢 接下来可有什么打算 回永夜学宫 为进入纪元战场做准备 苏义不假思索道 林景洪不解道 你执掌轮回 何须在那纪元战场中的成神奇迹 苏义笑了笑 我不需要 但我身边的人需要 出此 也能顺便载一些宿敌 了断一些恩仇 林景洪眼神一样 那你可得当心一些 纪元战场出现时 诸神的本尊或许无法亲自降临 但他们的力量 却能投射到仙界 化作一只法身行走 苏义眼眸微凝 轩急笑道 我很期待 林景洪 他本打算借此敲打一下苏义 让对方在以后 进入纪元战场时小心一些 不曾想 对方反倒很高兴 诸神的力量会出现 你呢 接下来要做什么 苏义问道 林景洪略以沉默 道 以前 我在寻找两条路 一条是回家之路 一条是我自己的道徒 现在 我已经无家可归 只能继续去求索自己的道徒了 说吧 他悠悠一叹 神似简难掩惆怅 零五纪元就是他的故乡 可偏偏的 零五纪元早已被他父亲 从世间隐去 这一次前来天际旧土 他本打算借助阿彩 穿梭时空的力量 从时空戒备中进入零五纪元 可惜最终失败了 让林景洪郁闷的旧在于此 明明是自己的故乡 明明是自己父亲留下的封印 却偏偏的自己却回不去 苏义呼地说道 依我看 这或许就是你父亲的安排 何以 林景洪问 当你有两条路可走的时候 必会为此徘徊 心中也就有了羁绊 苏义淡淡说道 可当斩掉你的后路 你自然会以心一意地专注于自己的道徒 再不会受此羁绊 林景洪顿时沉默了 他明白苏义话中的意思 自己游历诸天万界 无论去哪里 皆有恃无恐 也无需忌惮有人能害了自己 原因何在 不是自己道行有多强大 而是自己背后站着父亲 站着整个宗族 哪怕自己遭受挫败 也可以返回故乡 寻找长辈给自己出气 这并没什么 本就是与生俱来拥有的 为何要抵触 可若是在求索自己的道徒上 还 依仗自己的背景和身份 势必会成为羁绊 会产生依赖 会在遭遇可可绊绊时 去寻求帮助 而不是自己去挺过去 这对大道修行 自然很不利 而现在 他已无法回归故乡 当只剩下一条路可走时 反倒等于断掉了一切羁绊 开始真正靠自己去征战道徒 这自然是好事 我只是没想到 父亲以前可是最宠我的 可在这件事上 却做得这么绝 林景洪嘀咕 苏毅笑起来 正因为太过宠你 才清楚要想让你真正强大起来 必须把你的后路全都断了 当局者迷 我以前也有预感 只是没这么清醒地想过罢了 林景洪难难 不过 这的确是好事 以后啊 就在当前的纪元正到了 万一有朝一日遇到化解不开的死结 也能抱苏叔叔你的大腿不是 说着 他抬头看向苏毅 晶莹剔透的紫眸眨了眨 言辞间尽是戏谑 苏毅 林景洪轻叹 可惜你道行太弱了 要想抱你的大腿 还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 苏毅 他呼的感觉 这女人着实欠收拾 当即 苏毅道 快养伤吧 你不是叫嚣着还想和我交手 机会难得 你可得抓紧了 林景洪眸光一下子变得凌厉起来 行啊 你等着 补天炉带回了战利品 一对板如细杀的不朽明金 品向稀罕之极 那列为不朽物质中的极品 这些不朽明金 是那些死神级人物消亡后所留 由此 也可以看出 不朽明金这种物质何等非凡 哪怕纪元覆灭 神明陨落 和这等物质 却能不朽地严存下来 苏毅把这些战利品 分作四份 一份留给自己 其他三份给了西宁 洛天多和林景洪 对此 正在疗伤的林景洪很惊诚 为何要分给我 既然曾一起并肩作战 战利品自当见者有份 苏毅随口解释了一句 林景洪坦然收下 这些不朽明金的品相绝佳 让他也动心不已 唯独西宁和洛天都有些不自在 两人都没有帮到任何忙 反倒在之前的大战争成为累赘 不得不躲藏在补天炉中避祸 如今被分到这么多战利品 只觉得很烫手 受之有愧 你无需和他客气 冷不定地 林景洪目光看向西宁 哪怕他为你挡刀拼命 也是应该的 众人 苏毅心中一动 道 你莫非看出什么了 西宁也将目光看向林景洪 唯有洛天都心中很酸涩 这用看嘛 谁不知道 阿宁对你和对其他男人完全不一样 林景洪那红润的唇角翘起 我脚下的活动 道 不是我不说 而是我也不清楚具体答案 但我保证 等他以后觉醒天赋本源力量 自然清楚其中的因果 你们两个之间 关系可不一般哟 苏毅挑眉 悉宁沉默 两者不约而同的 都想起了因果书 曾无法推断出的那一线 产生在他们两个之间的因果 一时间 各怀心事 三天后 苏毅和西宁 洛天都一起启程 离开了天际旧土 临走前 苏毅和林景洪又战了一场 林景洪将一身道横压制在太和阶层次 两者以大道论高低 一动手便倾尽全力 战况之极烈 已如生死不杀般 作为观战者的西宁和洛天都皆看得瞠目结舌 无法想象 两人怎会动起手来这么狠 这一场战斗持续紧紧不到半刻钟就落下帷幕 平局 但林景洪却无比不爽 因为他看得出 苏毅在最后故意留守 让了自己 可他也不得不探服 按他的说法 苏毅在太和街的战里 已足够抗衡那些下位神 若东用外物的情况下 杀了对方也并并非不可能 这让西宁和洛天都皆吃惊 最初时 西宁认为苏毅只有在太玄街时 才有机会去和下位神对抗 洛天都则认为 苏毅根本没机会在太境斩神 可现在 两者的看法皆遭受冲击 发生变化 苏毅在太和街 就已强横到拥有对抗下位神的实力 这若传道神域 怕是足以让那些天选者羞愧低头 只是 无论是林景洪 还是西宁 洛天都 他们不知道的是 苏毅在战斗中 仅仅只动用了八成左右的战力 苏毅他们离开了 林景洪则和阿采一起 选择留在天气旧土 打算在争神之路出现时 就横跨纪元长河 迁往神域 而在离开天气旧土不久 苏毅和西宁 洛天独辞别 一个人重返永夜学功 一年内 成神之路就将出现 西宁和洛天都要提前做准备 带上他们各自的侍从 苏毅同样也要提前做准备 起码要在成神之路出现之前 把一切后事多安顿妥当 如此 当成神之路出现后 万一发生什么不可预测的意外 也能保证在自己不在时 掀起那些固有不至于遭受影响 时间流转 匆匆半年时间过去 苏毅凡回永夜学功后 就身居浅抽 除了修行 便是忙碌各种事宜 日子过得很充实 而这半年里 有关成神之路的消息 则愈演愈烈 掀起天下各地都在紧张地 关注此事 据说啊 当成神之路出现 仙界的周旭规则会发生巨变 神的力量在那时候足以干涉进来 可以预见 到那时候 苏帝尊比会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 毕竟 他可是被诸神使作一端的存在 放心 苏帝尊比我们都清楚这一场危机有多可怕 他注定不会坐以待毙 我有预感 当成神之路出现后 整个仙界天下 恐怕将上演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变 我管不了那么多 我只希望苏帝尊可以赢 天下在轰动 暗流涌动 有关纪元战场的议论 已称为仙界天下最热门的话题 而最受瞩目的 自然是苏裔 谁都清楚 诸神不会放过他 那些神子级人物不会放过他 连他前世那些大敌 也不会放过他 这一切的恩怨 都将在成神之路出现时 彻底爆发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录制的玄幻系列 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瑜 演播 魔仙 魔力 第1956章 心如朝露 硬是天光 半年来 在整个仙界天穷深处 逐渐出现了一层厚重的混沌云层 像洪流般不断起伏翻滚 有无数缤纷归立的神灰 在混沌云层中闪烁 忽鸣忽灭 仙界的周虚秩序 正在遭受剧烈的影响 这一幕 仙界天下的仙道人物都能察觉到 并且随着时间推移 人们都已清楚 当成神之路出现 那纪元战场就会出现在仙界天穷深处的混沌云层中 而一些道横高深之辈 则都已推演出 那混沌云层实则是由仙界的混沌本源力量引发 那些在云层中不断涌现的缤纷光雨 就是让任何太玄界存在梦寐以求的长神契机 可惜 现在实际味道 无人能靠近过去 终于可以出去走一走了 有太玄界老古董发出感慨 这半年里 那原本充实在仙界周虚秩序中的神祸力量 已经消失殆尽 几近消失 对太境人物的影响 也亦可以忽略不计 一时间 在过往岁月中为了躲避神祸威胁 而选择一直藏匿起来的太境人物们 陆续开始出现在世间 这引发了各地轰动 仙气不小的波澜 不过 像江太阿 血小子 南平天这些早在仙允时代以前 就堪称仙界霸主般的老古董们 则一直未曾冒头 显得无比低调 对此 世间许多仙道人物也早预测到 原因很简单 有苏帝尊在 这些曾和苏帝尊结仇的大敌 根本不敢再成神之路出现之前抛头露面 这就是苏帝尊如今的威势 哪怕这段时间里 他一直身居浅出 不问世事 和只要有他在 对那些大敌而言 就是一个无形的威慑 神居浅出 不问世事 江太阿一声冷笑 以我看 他是着急了 迫切想今早提升修为 在成神之路出现时 去谋夺成神契机 在他掌间 有一个御剑 御剑是绝世神子霍剑锋身边的一位神使送来 御剑中的内容很简单 明确告诉江太阿 苏帝尊未曾踏足太玄界 原因很简单 神域的诸神一直盯着苏帝的修行之路 只要他迎来正道破境的大劫 就会引起诸神注意 可目前为止 这一切并未发生 这也就意味着 苏帝尊依旧是太和皆修为 霍剑锋之所以告诉我这些 无非是想让我给他当狗 去对付苏帝 江太阿把玩着遇见 眼神尽是不屑 可他不知道的是 相比灭杀苏帝 我最在意的是成神 只要成神 杀他苏帝还不是一如反掌 怕 江太阿捏碎手中欲解 眼神变得冷酷是人 苏帝 不 王爷 你给本座等着 外界风起云涌 暗流涌动 苏帝对这些 皆不关心 他最初时还在花费心思多次尝试破镜 可最终也没能如愿以偿 倒不是做不到 而是时机不够 他需要的 是一场最为极尽的圆满突破之路 而现在 在心境和一身倒横的锤链上 也没有任何缺漏 眼下所见缺的 就是一个在能够实现 极尽突破的契机 对此 苏帝已彻底看开 修行突破 恰似被满则意 有时候太过执着 反倒容易地想 这段时间里 他彻底沉静下来 把一切所歇杂事 都交给了他人去做 而他自己 则则着手编撰一部道经 一部囊括王爷毕生所学 以及自己今世修行 所感所得的道经 再命名为诸天仙经 所以有预感 自己用不了多久 就能融合地物 是李富游的道业力量 到那时 足可以获得李富游 毕生所学的诸般道藏 如此 足可将诸天仙经 进一步完善 当他以后离开仙界时 便可将这一部 包罗万象的道藏 留在永夜学宫 光后世万万地休息 圣人有三理 立德 立功 立言 缔造诸天仙经 就等于是在立言 苏义没有太多的报复和想法 他想的是 既然第六世 第五世都曾在仙界 留下过属于他们自己的痕迹 那么自己 也总要为仙界做一些什么 留下一些什么 如此 方不复这一生所学 仅此而已 清风徐徐 波澜不星 几朵粉红的荷花摇曳在风中 玉玉的荷叶上有晶莹的露珠 在天光下阴云归立的光泽 湖畔 苏义一手父辈 一手拎着毛笔 正在一张铺开的白纸上练字 师尊 您交代的事情都已准备好了 远处 林峰走来 躬身见礼 苏义头也不抬地恩了一声 道 这段时间 辛苦你和宁秀了 过去这半年里 他安排了许多后手 都是在未成神之路做准备 万一发生不可测的变故 哪怕他不在 也能让身边的固有门生 不至于遭受到灭顶之灾 而具体负责这些事宜的 便是林峰 宁秀 附建老元 士龙道君四人 如今 这些后手都已安排妥当 也算了接了苏义的一种心事 所谓做事 当从最坏处着眼 向最好处努力 未雨绸缪 才能防火焕于未然 林峰笑了笑 道 这本就是弟子的分内之事 谈不上辛苦 说着 他迟疑了一下 低声道 师尊 当纪元战场出现时 能否也带弟子一起前往 声音中 透着期待 不妥 你到区才刚重塑回来 根本不适合正道成神 而我前往 必将成为众矢之之地 你跟着我 只会成为累赘 苏义拿起毛笔 在纸上挥毫而下 动作随意 林峰一阵苦笑 被师尊师祖累赘 无疑太打击自尊 可他却无力反驳 当年 我的前世分别赠于你们师兄弟四人 一件混沌秘宝 实则等于早已为你们安排了成神之路 苏义自顾自道 你呀 就别掺和这场风波了 老老实实待在永夜学功 以后 自有你正道成神的时候 林峰虽然有些不甘心 但还是点了点头 失命不可为 并且 他也早了解到 此次成神之路出现时 各种杀戒将会像风暴般 全部冲着师尊一人而去 这等情况下 他这种帮不上忙的角色 注定会成为累赘 这时候 苏义挺起了身躯 甩手把毛笔扔在一侧 打量着那白纸上写的一行字 不禁微微按手 自如心声 一笔一画 皆有神韵 难得今日空暇 性之所致 回号所写的这一幅字 倒是暗和自己如今的心境 林峰目光一瞥 顿时被这一幅字吸引 心中震动不已 因为这幅字简直向天然而成 魂不见一丝腐躁痕迹 一笔一画之间烙印着一种外人无法感知的玄妙道运 越看就越让人沉醉 一如发现一座神秘的稻藏 有无尽玄机蕴藏其中 师尊 这一幅墨宝能否赠给弟子 林峰忍不住道 苏义洒然一笑 拿去救世 说吧 他临出酒壶 脉不离开 一袋闲散 悠然自在 而林峰则走上前 小心翼翼地收起了那一幅仆展在桌上的墨宝 上边写着八个字 养心如玉 礼心如风 每个字的笔记 恰似徐徐徐轻风吹拂中 那荷叶上蕴生的露珠 自然质朴 平平无奇 却能在天光下折射出璀璨归丽的光泽 于无声处 听惊雷 于细微处 见真机 一座破败荒芜的庙宇中 嘎云僧扣守余地 朝一座持许高的佛堪前程膜拜 佛堪成黑色 其内供着一尊脚踏龙蛇 手托青灯的佛像 佛像面容缭绕于祥云之间 显得很深密 启禀佛祖 一切都已准备妥当 待纪元战场出现 便可开始行动 嘎云僧低声开口 念诵梵闻秘咒 灰色难等 黑色佛堪内 手持青灯的佛像 忽得睁开一对眼眸 善猜 一道宏大飘渺的佛音 在嘎云僧心中响彻 这一瞬 嘎云僧神色愈发虔诚 这一次 无论如何 也要夺回那九个神之傀儡 霍建峰眸子闪烁着 射人的冷光 作为三清道厅的道子之一 他同样有办法在仙界中和神域中的诗门取得联系 而之前 他已得到诗门的命令 并为此准备好一切 眼下 就只等纪元战场出现了 霍建峰南南 吃 文人轻于指尖挑起一团金色神艳 将一个记载着密信的御解焚烧 而后 他长吐一口气 道 怪不得那苏义不着急破镜太玄阶 并非是不在乎这一次的成神契机 而是执掌轮回的他 根本无需去谋夺成神契机 之前 他从宗族一位长辈那获得消息 这才知道 苏义根本不愁无法正道成神 核心就在其掌握的轮回力量上 还好 他这次若去纪元战场 必死不去同样也得死 对世间太境人物而言 这是万古难遇的成神机会 可在诸神眼中 可同样是灭杀苏义这个异端的 一个万古难见的机会 文人轻于陷入沉思 而我只需遵照命令行事便可 在仙界 不止那些神子鸡人物在未成神之路准备着 那些太玄阶大能同样也在为此仇猴 风雨欲来 一切都只为了在纪元战场出现时 得偿所愿 而这一场引发仙界天下瞩目的好戏 随着时间推移 已经快要到拉开帷幕的时候了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华语网络文学频道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小锦鱼演播 魔仙 魔力 第1957章 称一把油纸伞 三个月后 仙界天穷深处产生异动 厚重的混沌云不断下沉 产生隆隆如雷霆般的轰鸣 详吃整个仙界四十九州之地 这等精神异象 引来天下震动 抬眼望去 那混沌云层中 尽是璀璨赤胜的神光 五彩缤纷 桂立如梦幻 应得那混沌云都一片绚烂 隐隐约约可以看到 在混沌云层深处 隐约似有一方神秘的世界轮廓 却无比模糊 看不清究竟 那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机缘战场 不知多少人瞅目 未知震撼 在仙界古来至今的岁月中 还从不曾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换而言之 成神之路的确是第一次出现在仙界 绝对称得上是仙界开天辟地以来头一遭 可惜 这等造化太过高远 绝非我们这些人能失望的 有人窥叹 成神之路 那是只有太宣街存在 才有资格去谋夺的造化 太宣街之下 全都没希望去争 不过 人们并不会为此沮丧 当距离太过遥远时 人们只有仰望艳羡 而不会为此不甘 人和人的差距 同样如此 可以肯定 那必然是纪元战场 这一场关乎仙界天下大事的风暴 终于要上演了 人们为此激动 都很期待 轰隆 这一天 仙界的一些禁区 皆发生巨变 神气天窟 天气就土这些 从上个纪元严存下来的古迹 皆轰然湮灭 消失于世间 而一些古老神秘的原始地带 则有狂暴的混沌本源力量冲出 就像沉寂万古岁月的火山在爆发 这一切一变 让整个仙界的周虚秩序 发生惊人的变化 澎湃如潮的生机和灵气 开始在仙界各地喷发 所有修道者皆敏锐 察觉到这种变化 万象更新 脾气带来 有人激动大叫 属于我辈的黄金大事 终于来了 有人喃喃 透着感慨 仙界 以沉寂太久 累积万古岁月的沉淀 如今终于迎来了一场 前所未有的盛世 可以预见 以后这仙界四十九州之地 必将涌现出数不尽的风流人物 于盛世中大放异彩 有人愁愁满志 仙界各地都在沸腾 在轰动 谁也没想到 当成神之路出现时 所引发的动静会如此惊人 让仙界众生就像一起在见证一场足以震朔古今的神迹 这种巨变 足足持续了三天之久 当第三天来临 仙界天穷上方 混沌云层如尸块般凝固 一动不动 而混沌云层内 亦可以清楚看到一座神秘的世界轮廓 那里便是纪元战场 也就在这一天 在无人知晓的无尽时空深处 应见出一道又一道神奇的身影 诸神在行动 这仙界也风雨弥漫 要不要留下来看看这场热闹呢 女枪客林景洪有些蠢蠢欲动 算了算了 趁诸神的目光留意在那姓苏的身上 还是带着阿财一起潜入神域要紧 等帮阿财找到凝练不朽神格的造化 足可以助我去永恒禁渠走一遭 最终 女枪客放弃了再留在仙界的打算 至于那姓苏的 断不可能会被这点小场面打败了 仙界极西之地 哼 一道气息恐怖的身影冲销而起 那是一个英俊潇洒的白衣男子 顾盼之间 眼眸终神盲击舍 江太阿 太教开派祖师 万苦悠悠 终于等到了今天 属于我江太阿成神的时代 终于来临了 江太阿仰天一声长啸 凌空脉步 扶摇之上九重天 几个眨眼间 他就已冲上天穷之上的混沌云中 在物矮弥漫之中 破开一条通往纪元战场的道徒 大丈夫不明则已 亦明必惊人 不非则已 亦非必冲销 以往恩怨 自当在今朝做个了断 血潇子从藏身之地走出 一袭道袍在风中飘液 他柳须飘然 灭入关玉 眼眸中尽是沧桑之气 随着他脚下脉步 一朵降云涌现 在着他整个人 职称清明之上 这一天 像江太阿 血潇子 南平天 楚神童等前世 和苏毅为敌的霸主级人物 皆陆续从蛇伏之地走出 冲上纪元战场 这哪里是争夺 成神契机的战场 分明就是针对那苏毅的 一座杀局 由诸神布局 以成神契机为诱饵 只为将苏毅灭除 方无忌感慨 作为绝世神子 他对灭杀苏毅没有兴趣 但并不妨碍他去关注 这一场风波 前不久 他背后的神族已传来消息 让他千万别掺和进去 因为这场风波太凶险 诸神的力量 以借此机会 开始插手进来 方无忌没有耽搁 也展开行动 而这一天 像他这样的神子级人物 全都显露踪迹 朝天穷深处的 机缘战场掠去 像霍建峰 嘎云僧 文人清渝这样的绝世人物 身边皆带着 规模庞大的 神使和护从 浩浩荡荡 直奔天语 也有一些 神子级人物独自上路 阿宁 机缘战场已经开启 我们也出发吧 洛天都豪情万丈道 西宁呼地问道 倘若在 机缘战场中 你看到苏道友遭遇危险 会复相救 洛天都一愣 神色一阵 明灭不定 不等他回答 西宁已说道 我希望你别出手 洛天都恶然道 为何 西宁认真说道 连苏道友都无法化解的危险 你若掺和进去 师必和送死也没区别 洛天都 屡次被西宁这般打击 让他整个人都快麻了 我并非故意打击你 而是在陈述事实 西宁郑重道 你可千万别不当回事 洛天都唇角抽出了一下 反问道 阿宁你呢 我 西宁当时沉默了 道 到时候再说吧 洛天都 走吧 西宁没有再说什么 展开了行动 这一天 不止那些神子级人物 也不只是那些曾和苏裔有仇的宿敌 但凡他租太玄街的老古董们 都采取行动 赶往纪元战场 这一天 永夜学功下了一场大雨 雨水洒落屋檐上 发出哗哗作响的声音 屋檐下 苏裔坐在板凳上 看着远处被云木笼罩的山色 吃了一碗热腾腾的素面 喝了半壶酒 而后 他吩咐一只侍奉在身旁的清杯 帮自己扎了一个干净清爽的倒计 走了 那半壶酒留着 等我回来时候再喝 苏裔拿出一把油纸伞 随手撑开 事事然走进了雨墓中 他本可以不打伞 他也可以挥秀之间 驱散漫天雨水 但这样未免大杀风景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四季轮转 风霜雨雪 无不是自然之美 若破坏 和坟秦主赫有何区别 莫送苏裔那郡拔出臣的身影 消失在雨墓中 轻微呼的心声一种 说不清到不明的感触 今天 全天下都在轰动 在沸腾 连永夜雪宫上下 都在紧张关注前往纪元战场的事情 每个人都很难心平气和 可唯独苏裔 魂不在意 一如从前 闲散而从容 只似一个局外人 这一切 让轻微如何不感慨 这该有何等从容的心境 才能这般从辱不惊 超然于物万 轻微不懂 但心向往之 永夜雪宫外 师尊 您保证 林峰 宁秀 附建老元 赤龙道君等熟悉的面孔 早早守在那 苏裔见词 不禁一声审笑 挥手道 我去去就回 莫要再送了 说吧 他悠然迈步 身影看似缓慢 却逐渐消失在天穹深处 雨云都被甩在身后 从天穹俯瞰 那一朵雨云翻腾时 雨水倾泻而下 将大好山河都没越其中 而雨云上空 则天光淡然 灰力多彩 形成一种别样的奇观 我见天地多妩媚 料天地见我应如是 自雨声中 苏裔收起雨伞 迈步来到混沌云深处 刹那间 只死斗转星移 万象变幻 给人的感觉 就如同从仙界跳了出去 当时也恢复清晰 就见远处虚空中 光焰涌动 混沌弥漫 一座浩瀚而神秘的 界域出现在其中 那里 就是纪元战场 苏裔拿出酒壶 喝了一口 便迈步走了过去 渐渐地 他的身影消失在 光焰翻涌的混沌之中 再也看不到了 这一天 万苦难见的 成神之路出现 仙界天下风起云涌 一众盖使人物 陆续前往纪元战场 一场观估仙界大势 走向的大势 就此拉开帷幕 这一天 苏裔独自启程 进入纪元战场 等待他的 将是数不尽的杀鸡 他很期待 当深夜来临 天雄上的混沌云层 彻底凝固下来 防似一层 坚不可摧的界壁 横挡在那 仙界正生 再也看不到 那位于混沌云层 深处的纪元战场 但 所有人都清楚 这一场 引来诸神关注的 成神之争 已经开始上演 至于最后 谁能笑到最后 没人敢给予明确的答案 也是这个深夜 一众气息恐怖的太静人物 出现在永夜学宫之外 杀鸡营野 惊扰风云 谁能想象 就在索一刚离开 前往纪元战场 一场针对永夜学宫的杀劫 就这样发生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 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瑜 演播 魔仙 魔力 第1958章 先天一整 夜色如墨 一众太静强者抵达后 毫不犹豫 直接动手 哼 十多道尺声的 宝光重削而起 滑坡夜色 照亮乾坤 远处 群山倾塌崩坏 永夜学宫 那临刺之笔的 古老建筑 尽数如指 湖般轰然瓦解碎裂 恩 这些太静人物皆诧异 他们前来时 以做好血战 一场的准备 可谁曾想 才刚出手 永夜学宫就覆灭了 看来 我们白跑了这一趟 他们早已撤离了 有人低语 声音中透着不干 永夜学宫上下 形同虚设 连护山大阵都没有 并且 整个永夜学宫覆灭时 都没有一丁点 惨叫声发出 这足以证明 永夜学宫上下 所有人早已提前撤离 不可能了 据我们的探子所言 白天时候 永夜学宫可没有任何撤退的迹象 并且有许多人进进出出 怎么到了晚上 所有人都不见了 有人困惑 这定然是那姓苏的所准备的后手 他早在启程前往纪元战场之前 怕是早已预料到 当他不在的时候 永夜学宫必然会遭遇不测 于是提前安排了后手 有人神色阴沉 真他妈晦气 有人咒骂 很是不爽 忍不丁地 一道淡漠的声音突兀响起 不必失望 我一直在等你们呢 刷 一众太静人物 齐齐抬眼望去 就见那永夜学宫 所花的废墟中 一道身影迈不走来 一袭长袍 面容清秀 气息却桀不羁 正是临风 指你一个 那些太静人物接皱眉 提防起来 临风淡淡道 杀你们这些痴妹亡俩 我一个已足够了 声音还在回荡 他已出手 哼 覆天舟横空而起 垂落如瀑布般的混沌气息 直接朝那时 多位太静人物镇压过去 同一时间 将将建民不绝于耳 激荡夜空 响彻师方 一道道炫亮刺目的剑气 随之如倾盆大雨般 轰然垂落 杀 那时多位太静人物 联手出击 其中竟然有两位 太旋街人物坐镇 无疑 他们有备而来 临风轻轻地笑了 全力与之厮杀 半刻钟后 战斗结束 血雨飘洒中 只有临风一人孤身立在那 又是一般为神明效命的大愿者 此不足惜 临风微微摇头 这一战 他自己杀了四人 其他人 则被他动用师尊所留的两具神之傀儡灭杀 干脆利索 无意生还 我师尊虽不在 和这永夜学宫上下 也不是随便谁能欺负的 来多少便杀多少 临风转身 走向了永夜学宫废墟 随着他一挥手 不可思议地一幕发生了 那之前倾他的群山 崩块沦陷为废墟的永夜学宫 竟一下子恢复如初 实则 之前被那些太景人物烘碎的 只不过是一层幻象罢了 而那些太景人物却没能看穿这一点 足以证明 这座覆盖在永夜学宫上下的 禁阵室何等神庙 解决了 宁秀赢 上来 一些绅士罢了 不足为律 而不除师尊所料 在纪元战场拉开帷幕时 针对咱们永夜学宫的杀劫 也开始出现了 临风道 接下来一段时间 类似的事情或许会陆续上演 咱们都小心一些 起码也要守到师尊回来 好 宁秀点了点头 临风心中暗道 有九个神之傀儡在 太景人物前来 绝对就是送死 不过 他不敢大意 因为如今成神之路出现之后 诸神的力量也已能够插手仙界 纪元战场 一个宛如混沌世界的地方 这里群山耸立 古老原始 虚空中到处弥漫着 惊人的大道混沌气息 来到这里 给人的感觉就如同来到了 仙界的混沌本源中 回溯到了开天辟地以前的岁月 偶尔会有璀璨多么的神光 在茫茫天语间一闪而逝 像流星般耀眼 那是诞生于仙界混沌本源中的 纪元碎片 据说 每一块纪元碎片 皆内运着一种纪元法则 若能获得 便可炼化为神格 点燃神火 正到风神 不过 纪元碎片并非那么容易获取 实力不够 太玄界人物也会被 纪元碎片的力量轰杀当场 若有人从出生时就在这种地方修行 怕是根本用不了多少年 就能驾临仙道之巅 一片山地中 苏毅放眼四顾 暗自感慨 这地方 简直就如同一座混沌母巢 分布着厚重 原始 沉静的大道力量 远不是仙界任何名山福地可比 在此修行 根本无需费什么劲 就能洞察到大道的本质 一路高歌猛进 不过 弊端也很大 修行之路 修的是力量 练的是心境 就如同道家所讲 初是修行 如是练心 不经历世事风雨的千锤百炼 哪怕修为境界突破再快 也是空中楼阁 一碰击碎 反之 修心不修力 同样不行 心境在坚韧 却无腹肌之力 终究是砧板于肉 于屈于夺 据说 这混沌战场除了分布的成神契机 也同样有许多诞生于仙界混沌 本源中的仙天宝物 趁此机会 倒是可以探寻一番 苏伊安道 之前 他已经从西宁那里打探过和纪元战场有关的事宜 很清楚在纪元战场分布的机缘 远比诗人想象的要更稀罕 也更宝贵 只不过是因为成神契机太过诱人 成为了诗人最关注的对象 这片天地并无规则力量 只有一种厚重的混沌本源气息 看来的确如西宁所说 诸神或许无法亲自降临此地 但已经足够将自己的力量投射到此地 化作一只法相 插手进来 苏伊一边感应着天地间的气息 一边信不朝前行去 他并非漫无目的 而是朝混沌气息浓郁的地方行去 因为混沌本源越浓郁厚重的地方 就越有机会获取到机缘 比如一些诞生于混沌本源中的先天宝药 神才 乃至于宝物 也有很大机会找到 深埋在某个地方的机缘碎片 无怪乎那些神子及人物 都携带了大量的神使前来 人越多 搜集到的机缘注定也越多 同时 在争夺称神契机时 也能占据优势 不过 想到这 苏伊纯 叫掀起一抹若有若无的活度 到最后拼的 还是谁的拳头更大 谁又能最终活下来 到那时 费尽心思找寻到的机缘 终究将沦为别人手中的战利品 简而言之 想要获得更多的机缘 去洗劫对手 无疑是最简单有效的办法 苏伊就打算这么做 早在机缘战场出现前 他就已预料到 自己只要前来 必将成为重视之地 不知多少人 想趁此机会灭杀自己 既如此 他哪可能会客气 甚至 巴布的那些对手 早些出现在自己面前 混沌气息弥漫的天地间 苏伊一人举举独行 一路似游山玩水般 倒也不寂寞 恩 半刻钟 苏伊呼得扭头 看向远处 隐隐约约的 有战斗的声音 从那个方向传来 苏伊精神一震 当即赶了过去 杀 一片峡谷中 一场大战在爆发 三位太旋街强者 正在联手战斗 他们的对手 是一个足有百丈长的银色蜈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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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蚣的脚趾挥动时 像无数刀锋在翻滚 画出无数凌厉可怖的荧光 那银色蜈蜈蜈的确很恐怖 浑身蒸腾的混沌气息 一对谋似巨大的碧率灯笼般 闪烁着凶残 狡猾的光泽 哪怕是和三位太旋街强者大战 竟是不落下风 难道 这就是仙界混沌中诞生的仙天一种 苏伊亚然 所谓仙天一种 又被称作荒兽 皆是诞生于混沌中的仙天生灵 实力极端恐怖 像眼前这的荒兽 就极为诡异 在仙界任何古籍上都不曾记载 但实力已堪比顶尖层次的太旋街存在 这若是抓回仙界看守山门 绝对是最顶尖的护山灵首 苏伊浮摸着下巴 暗自私存 旋即 他目光被战场远出的那座峡谷蜥蜴 和外界不同 在纪元战场 山河草木常年浸润在混沌本源力量中 都无比坚固凝实 哪怕是太旋街大能全力出手 也很难撼动一座大山 至于焚山珠海 破碎长空 更是想都别想 一切都因为这片天地 完全是由混沌本源力量所化 就像在这一场大战争 冻井河等惊人 和那战斗余波扩散时 也仅仅只让这片山河出现一些震动 毁掉一些岩石和草木而已 而此时 在那座峡谷中有一片如火燃烧般的紫色神灰在蒸腾 灰力缤纷 弥漫着神圣气息 仔细看 那赫然是一株巴掌大小的草药 苏义当即走了过去 这可不是寻常草药 而是诞生于混沌本源中的先天宝药 在仙界国王漫长岁月中 都称得上万千年难得一见的奇珍 大胆 再敢靠近那株宝药 杀无赦 末帝 一道爆喝声响起 一位正在和银色蜈蚣激烈厮杀的末袍男子 注意到了苏义 趁火打劫 放肆 快滚 其他两位泰旋街人物也急了 他们拼死拼活 无非为了那一株宝药 可现在 竟有人趁着他们战斗室要摘桃子 谁能忍 毫不犹豫地 他们直接放弃那一头银色蜈蚣 挪一长空 朝苏义至兵略来 一个个杀其腾腾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小锦鱼 演播 魔仙 魔力 第1959章 一路向东 苏义顿足 转身看去 一个转身的动作而已 可这一瞬 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 那杀气腾腾腾冲来的三位太静人物 戛然止步 停在半路上 一个个脸色狂变 草 是那个姓苏的家伙 三位太旋街 抢着额头上 黄豆大小的 冷汗齐刷刷冒出 背脊凉嗖嗖的 面容僵硬 而虚空中 还不自回荡着他们之前的怒骂声 那情景 变得极为诡异 苏义笑了笑 道 你们让我滚 舞会 为首的墨袍 老者干笑一声 道 我等可没想到 会在这里碰到苏帝尊 之前多有冒犯 还望见谅 另一人连忙道 那一桌宝药 全当是我等心意 还请苏帝尊笑呢 正是 正是 第三人连连点头 看得出来 他们对苏义充满了忌惮 远处 就连那阴色乌公 也似察觉到不对劲 没有追杀上来 灯笼般的眼眸中写满狐疑 一个太和街的年轻人而已 值得如此忌惮 你们在为谁效命 苏义问道 墨袍老者连忙道 我们皆是神子文安大人身边的使者 文安 一个很陌生的神子名字 苏义想了想 道 留下你们身上宝物 就刻一走了 墨袍老者三人对视 虽有些犹豫 但最终还是忙不得拿出了身上所有宝物 敢问苏帝尊可满意 墨袍 老者小心翼翼问道 苏义点了点头 走吧 顿时 三人如蒙大赦 转身就走 一刻都不敢停留 眨眼间就逃得消失不见 苏义摸了摸鼻子 按道 如今我就这么可怕吗 搜 补电路略出 手法娴熟地开始收拾战利品 而苏义 则把目光看向远处的银色蜈蚣 臣服我 和免一死 轻飘飘一句话 却把银色蜈蚣惹毛了 浑身杀鸡暴勇 横移长空 朝苏义杀来 他抡起无数刀锋般的长腿 掀起铺天盖地的银色利刃风暴 凶悍可破 那浑身争通的混沌气息 让他的攻势也带上一种诡异的秩序法则力量 极为了不得 可随着苏义抬手一按 哼 这摆战场的银色蜈蚣就被镇压在地 脑袋晕乎乎的 眼前直冒金星 嘴里发出吃通的悲鸣 最后一个机会 臣服 或者死 苏义随口道 他以后迟早要离开仙界 若能趁此机会 在纪元战场多降服一些类似的先天益整 也等于为身边那些故人安排了一些护身服 银色蜈蚣连连点头 他实在背下道了 无法想象 这样一个太和街年轻人怎会如此凶残 过来 苏义抬手 顿时 那银色蜈蚣乖顺的画作持续大小 掠入苏义袖口内 苏义直接将其封印 而后 转身走向那处峡谷 那珠宝要巴掌大小 却摇曳声姿 光焰流转 喷泊出朦胧如乌癌的紫色光辉 紧紧嗅上一口 就令人心旷神仪 浑身舒适 这等宝药 怕是一超出太境范畴 堪比神境层次的宝药 苏义按道 这才是真正的神药 而苏义目前最欠缺的 就是类似的宝药 原因很简单 那泰玄阶层次的仙药 都已很难在满足他的修行所需 这也是最让足以头疼的一个问题 大道根基太过雄厚 也意味着对修行资源的需求 会变得无比苛刻 还好 如今来到了纪元战场 这里 可以搜集到许许多多类似的神药 至于之前勒索 那三个泰玄阶强者的宝物 苏义反倒并不太在意 将那一株紫色神药采鞋收起 苏义心满意足地带着补天炉离开了 同一时间 之前被苏义打劫的三位泰玄阶人物 此刻都因沉着脸 聚在了一座小山沟里 抢夺我们好不容易找到的机缘不说 还勒索我们身上的财宝 那姓苏的 简直欺人太甚 有人咬牙切齿 满脸愤汗 生什么气 我们该感到清醒才对 当时他若要杀我们 也不过是饭手之间的事情 磨袍老者皱眉呵斥 眼下我们能保住性命已经不错了 可吃了这么大亏 难道就算了 另一人忍不住问道 还记得我们前来纪元战场时 神子大人的叮嘱吗 成神之前 一旦碰到苏义 尽量回避 否则注定凶多吉少 落袍老者沉声道 不只是我们 此次进入纪元战场的其他阵营的强者 同样也是这么做的 说着 他神色变得很复杂 感慨到 哪怕那苏义被视作重视之地 可他的可怕 谁敢无视 那些绝世神子在成神之前 都不敢轻举妄动 其他两人顿势沉默 他们也清楚这样的现实 只不过一失无法消极罢了 不过 事情自然不能就这么算了 我们立刻去和神子大人会合 将苏义出现在这片区域的消息传出去 莫袍老者眸光闪烁 相信但凡获悉这个消息的人 便会为此采取行动 或许是对成神契机没有任何想法 所以在纪元战场中行走时 显得格外的优贤和从容 的确和游山玩水并没有区别 并且 他一路上并未隐藏行踪 坦坦荡荡地穿行在山河之间 可出乎他意料 这一路上 但凡察觉到他行踪的强者 在远远看到他出现时 就像金弓之鸟般第一时间逃走 都不带犹豫的 甚至遇到了几个神子鸡人物也如此 这让苏义不免有些无语 不是说好视自己为重视之地呢 可为何要逃 自己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威风了 唯一让苏义感到欣慰的是 这一路上虽没有宰杀对手 但也陆续搜集到了一些诞生在纪元战场的好宝贝 目前为止 已有神药四周 神才两种 以及三头先天一种 神药和神才都是外界根本见不到的 旷是其真 其中两种神药属于简陋 是一路上遇到的那些对手背下退后 留在原地的无主之物 白便宜了苏义 而那三头先天一种 都有着不弱于白银无功的实力 甚至其中一头生有九颗脑袋的金毛狮子 还要更强大 足堪比绝是神子的战 力 搁在这纪元战场中 足可以威胁到其他太近人物 可惜 这金毛九头狮子碰到了苏义 这个连半神级强者都不放在眼中的剑修 最终被活生生给打晕降服了 让苏义遗憾的是 足足寻觅了近三个时辰 也不曾遇到一块纪元碎片 这让他也深刻体会到 哪怕是在纪元战场这种地方 意味着成神契机的纪元碎片 也数量有限 也不知道西宁姑娘如今在何处 苏义刚想到这 仿似心有灵系般 身上的一块密符就收到来自西宁的传信 苏道友 你只需催动密符 便可让我感应到你的位置 等我联系上落天兜 便立刻来与你会合 看完 苏义思寸片刻 回信道 现在的我早已是正史之地 若你和我行动 势必会遭受千累 你且听我一言 莫要和我相见 且去寻觅纪元 若遇到化解不开的危机 得以时间传信给我便可 很快 西宁就回信道 好 一个字 简单至极 可却代表着一种绝对的信赖 苏义微微一笑 收起密符 继续上路 历经这一路的探寻 他已摸清了一些规律 比如 在混沌气息浓郁的山河间 最容易找到神药和神才 但同样 这些地方往往 折扶有极端强大的先天一种 比如 以进入纪元战场的区域为起点和坐标 一路往东行走 天地间分布的混沌气息变得越来越浓郁 而朝其他方向探寻的话 则不然 依照这种规律 苏义没有任何犹豫 一路往东前行 并且 他相信自己能发现这样的规律 其他人比人也会发现 当所有人都朝一个地方赶去 注定会有狭路相逢的时候 苏义对成神契机没多少兴趣 但却对灭杀敌人很感兴趣 并且很大 时间流逝 足足又过了三个时辰后 呼的 远处传来一阵惊天的动静 苏义精神一阵 第一时间赶过去 一场大战正在上演 战斗双方 一边是一群太玄境人物 一边是一头浑身缭绕着血色雷霆的胸情 当苏义抵达 一眼就认出其中一人 那人一身道袍 玉树临风 浑身散发着孤傲不可一世的气焰 赫然是神域顶级巨头三青道亭的四大道子之一 霍建峰 以前 苏义不曾见过对方 可关于此人的消息和资料 早已了燃于心 当初零遇百万大军入侵仙界的事情 幕后主使就是霍建峰和他背后的师门 对苏义而言 霍建峰这个绝世神子 也早已列入他的必杀名单中 恩 几乎同时 霍建峰也发现了靠近过来的苏义 眼眸顿时悄然一宁 大喝道 孝心 他身影挪移 第一个从战斗中抽身而退 其他太景人物心中一惊 也都纷纷停手 那头浑身缭绕血色雷霆的胸琴 早已负伤雷雷 快撑不住 趁此机会 他疯狂扑愣着翅膀逃向远方 没人理会他 霍建峰和那些太景人物的目光 都齐齐看向从远处走来的苏义 神色间都很凝重 欢迎继续观看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鱼 演播 魔仙 魔力 底线九百六十章 六级一绝 天地间 苏义孤身一人而来 可却带给霍建峰身边众人扑面而来的压迫感 便是霍建峰都不禁皱眉 眉梢兼有一抹掩饰不住的戒备 但他自有底气 倒也无拘 苏义 你可知道 霍建峰开口 声若红中大驴 明显是想谈什么 可话才说一半 就被苏义笑着打断 别废话 分生死 哼 他俊拔的身影墨地暴虫上前 只死一道迅疾的流光 数千丈距离 差那间已杀来 梁袖古荡之间 满天剑气席卷而至 霍建峰和那些神识脸色顿变 都没想到 苏义这般强势 一言不合便大打出手 还好 霍建峰早已戒备 面对着突兀杀来的一击 直接祭出一座青铜宝塔 哼 青铜宝塔横空而起 掀起一万金色道光 将那满天剑气挡住 砰砰砰撞声不绝悦 那剑气中迸发的可不力量 震得霍建峰身影亮枪 差点失去对青铜宝塔的控制 这家伙难道已拥有半神级的战力 霍建峰吃惊 哼 不等他多想 苏义一拳暴杀而至 神勇盖世 霸天绝地 瞬息 霍建峰连人带青铜宝塔一起 被狠狠轰飞出去 身中都躺出下来 而趁此机会 苏义恰似活入狼群 长驱直入 抬手之间 就拍碎数个神使的躯体 鲜血蹦践 惨叫声震天 那些个神使 大多是太玄街存在 属于仙道之巅的巨破人物 可面对苏义时 血和土鸡挖狗般不堪 连抵抗之力都没有 被眨眼间屠杀一空 这刺激的霍建峰怒自欲裂 愤怒于狂 打破脑袋都无法想象 才刚开战 自己这边就已触及溃 苏义 霍建峰怒发冲冠 力声大喝 你 哼 话语再次被打断 苏义纵身长空 大不杀来 看似缓慢 却比瞬移都快 之前还暴怒无边的霍建峰 却转身就逃 当 一道剑气横空而至 扫在青铜宝塔上 轰得这件纪元神宝 嗡嗡乱颤 霍建峰更是难受的 差点可血 他双手掐绝 浑身猛地爆战滔天神光 净凭空消失不见 而在他身影消失那一瞬 满天剑气以轰沙而至 将他原本驻足的虚空 完全淹没 无疑 他若非果断逃走 注定将被彻底留下 苏义皱了皱眉 轻叹一声 逃得可真快 补天鲁以屁颠屁颠 开始收拾战利品 苏义则陷入私寸 他感觉 自己需要改变一下策略了 以身为诱饵 只会把约吓退 那 接下来就一容换帽 前行逆踪便是 全当做一次刺客 脱身白刃李 杀人无形中 但想 苏义自语 而悄然间 他的容貌已发生变化 气息也随之变了 彻底融于山河万象之中 整个人力在那不动 哪怕近在咫尺 都很难被人发现 不过 苏义也清楚 那些对手一个个神通广大 定然有许多手段可 以提防这一切 归根到底 刺客出行 拥有绝对的自杀之力 才是第一位 混账东西 一片山河间 霍建峰满脸铁青 毛子中尽是燃烧的恨意 待我成神时 必让江里性苏的错骨扬灰 发生了何事 远处 嘎云僧那枯瘦的身影走来 霍建峰顿时从木火中清醒 道 没什么 之前遇到了苏义 他简单扼要地把事情说了一遍 嘎云僧并未嘲笑 反倒动容道 这么说 岂不是意味着 他在太和界中 就已拥有比肩半身的力量 应当如此 霍建峰点了点头 嘎云僧沉默片刻 呼地微笑道 不着急 这一出好戏才刚开始 现在且容他猖獗 待我等街陆续成神时 局势也将就此发生逆转 他苏义必会成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霍建峰眸光闪动 道 道兄看起来信心很足啊 莫非已洞察到第一阶的成神契机 成神契机便是纪元碎片 纪元碎片内运不同的纪元法则 品相不同 代表的成神契机也不同 在神域 对纪元碎片的品阶 有着极为严谨的划分 共有六阶一绝 其中六阶代表着 纪元碎片六种品阶 第六阶为莫 第一阶为罪 第六到第四阶纪元碎片 成就有限 哪怕正道成神 凝聚出神格 中其一生 也只能在下位神层次排行 很难突破到中位神 第三到第二阶则不同 凝聚出的神格和潜能更为深厚 以后足有资格去正道中位神 第一阶则极为罕见 所凝聚的神格和潜能 可以让神境强着以后 去冲击上位神 哪怕是在神域 第一阶的纪元碎片 都无比稀少 被那些最顶级的古老道统所垄断 事实上 别说第一阶纪元碎片 就是最普通的第六阶纪元碎片 搁在神域之中 也属于世间强者梦寐以求的大造化 而在六阶之上 还有一种代表着绝品的纪元碎片 所谓绝品 就是天上地下只此一种 再找不到出第二个相似的纪元碎片 这等纪元碎片所内运的纪元法则 也堪称世间绝无仅有 独一无二 在神域当中 也和传说般可遇不可求 若能炼化一块 所凝聚的神格和底蕴 也将远超其他人 以后足有资格驱征到神主 似这种绝品纪元法则 哪怕是在神域当中 都已很久不曾出现 只有那些最顶级的道筒中 珍藏着类似的瑰宝 但数量也极为有限 一般都是为那些伴随 大旗运而生的天旋者准备 那些堪称绝世的神子 都不够资格拥有 嘎云僧笑了笑 道 据我教燃灯佛祖推演 此次仙界出现的纪元战场中 极可能会诞生绝品纪元碎片 并且不止一种 霍剑峰眸光闪动 道 竟然是真的 我派一些长辈也曾推敲 这次的成神之路 当有不少于三种绝品纪元碎片 正因如此 此次的成神之路 才会引来神域许多大人物注意 并且已决意插手进来 嘎云僧点的点头 这一次成神之路 早已引起 神域那些巨头的关注 不仅仅是要借此契机灭杀苏裔 还要抢夺成神造化 其中 备受瞩目的就是 此次将会出现的绝品纪元碎片 唯有他们这些来自神域的人才知道 绝品纪元碎片意味着什么 只要能获得 就等于拥有了一颗正道位诸天神主的种子 而诸天神主 哪个不是神域顶尖势力中的巨头 剁剁脚脚能让众神震颤 也正因为这样的机会太过稀罕和宝贵 诸神才会早在很多年前的时候 就在仙界进行布局 万事谋略 只为今朝 这么说的话 在探寻绝品纪元碎片这件事上 道兄已经找到了一些线索 霍剑锋试探道 嘎云僧眼神意味深长 道 我佛门讲究一个原法 若有缘 不经意地回首间 纪元就会送上门来 若无缘 恰似缘木求鱼 清尽一切手段 也是徒劳 霍剑锋冷哼一声 大道求索 在火一个争字 求得便是人定圣天之功 道兄这番话 未免有点虚伪 嘎云僧哈哈大笑 实不相瞒 凭我们的力量 要想第一时间发现绝品纪元碎片 几乎不可能 但若是有神奇帮助 则不然 霍剑锋心中一阵 你们西天灵山的神明 已即将动手 凝聚一只法身 降临纪元战场 嘎云僧眼神微妙 你们三清道庭 又何尝不如此 霍剑锋正要说什么 远处呼地响起一阵轰鸣声 一道刺目的银色神灰 滑布天穷 闪烁着身上而神秘的光泽 引起许多强者追逐 纪元碎片 霍剑锋眼眸一亮 看此品相 最少也是第三阵 嘎云僧魔光闪动 当即 两位爵士人物也行动起来 随着时间推移 分散在纪元战场中的强者 不乏一些人 运心一天 成功找到纪元碎片 可真正能将纪元碎片收取的 去寥寥无几 轰隆 一片山野间 一个子袍老者 再和一块纪元碎片激烈角逐 那纪元碎片宛如一团银烟 璀璨若烈日 释放出的气息无比霸裂 那紫袍老者 胡须眉毛都被烧焦 几乎都出现许多焦痕 惨叫连连 可他并未放弃 不顾一切全力出手 这是成神的机会 谁会轻言放弃 可最终 可怕的一幕发生 那块纪元碎片爆战万丈神宴 瞬间将那紫袍老者 烧成一片灰烬 形神俱灭 一位太玄街巅峰的存在 就这般尸骨无存 而那一块纪元碎片 则划布天雨 消失不见 类似的一幕 也在不同的地方上演 成神的契机 足以让任何人疯狂 可同样也充斥 足以致命的威胁 两天后 苏义出现在一条 混沌式的河流之旁 河水浑浊 掀起的浪花中 尽是博杂不堪的混沌气息 和风吹来 吹得一炮飘也飞舞 而苏义的目光 则看向这条大河底部 之前 他曾远远地看到 一块纪元碎片散发着 璀璨耀眼的神灰 划布天雨 于是一路追赶而来 最终确定 那一块纪元碎片 消失在这条大河中